好的 民眾開車行在國道上 左側一輛連結車打了右轉燈 準備變換車道時 不慎擦撞外側車道上的白色轎車 導致白色轎車失控 一路橫跨三線車道 衝撞內側護欄後才停下 而後方一輛修衣車剛好經過 幸好駕駛反應快 險些跟著追撞上去 至於照式的連結車駕駛 發現撞了車則是緩緩的停靠路間 而這一車會意外 就凡在11月30號晚間8點多 再過到1號雲林虎尾路段 82年次的賴姓連結車駕駛 變換車道不順擦撞一旁轎車 那麼是導致車上零性女駕駛大腿擦傷 那麼幸好教育後沒有大礙 警方到場雙方沒有走駕 那麼警方也在30分鐘內 排除車禍狀況 恢復國道三線通行